美国途经中俄的国境成功的把一个连的部队投送到中俄府地蒙古地区 可是中俄呢似乎却没有发现这么回事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欢迎来到张铭观察 我是张铭 蒙古啊最近举办了一个大汉探索2023军事演习 这其中就由美军参加 具体部队呢就是美军第十一空降师第七十旅工兵营的阿尔法连 这是蒙古引入美国因素来平衡中俄之举 那么这次演习呢也是蒙古武装部队和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主办的 蒙古的这种做法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它更多呢是一种政治上的意义 不过呢要说起美国这一个连的部队 它怎么进入的蒙古啊倒是需要警惕的 有西方就评论就说了 说美军是在中俄的眼皮底下啊 瞒天过海就部署到了蒙古 而中俄呢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现 我们知道这个蒙古它是一个内陆国呀 完全就被这个中俄给包着嘛 所以对任何的这个前往蒙古的这个外来人员来说 不管你进一出嘛 只一定要途经中俄的领土或者是领空 整整一个连的部队人也不少了 它能够进入蒙古这真不算个小事 前后并没有美国的军用运输机啊 飞越这个中俄的领空啊 也没有在被这个允许的情况下飞进去 所以外界就认为啊 美国就很有可能是借用了民航机 把人员给投送进去了 那么受条件限制 呃这些人员呢就没法携带这个重型的装备和弹药了 因为这民航机嘛你可以带一些东西 但是重型的装备这些东西恐怕就带不了了 所以呢呃美军的这个阿尔法连啊 可能只携带了一些随身的轻武器和部分的演习所需要的物资 美国呀他很有可能就借用这个中亚国家 或者说日本和韩国作为这么一个中转点 让美军呢就乘坐民用航班前往蒙古 这韩日的可能性要说起来可能更大一些 因为他们到蒙古的航班更多一些 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韩日对美国的臣服程度也最高嘛 那美国想要干点什么呢 韩日肯定是你敢说你不干吗 他肯定得配合美国 那么这件事呢是有几点确实是需要警醒要特别要注意的啊 这第一啊美国做事他是没有底线的 什么手段他都干得出来啊 士兵要说乘坐这个民用航班 其实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你要借此执行这个军事行动 并且飞越他国领空的话 这可就不是民航范畴的事情了 那么这种做法呀将来会成为美国在未来进行特种作战搞突袭的手段 所以你不要相信美国把这个规矩那个规矩都给你说在那儿 我们没用航班不会用于什么军事用途 你不要相信这个话啊 在这种关键时刻的时候 美国人不会去有这个底线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第二呢 美国在我们周边呀 你可以看出他是有很强的这个渗透能力和胁迫能力 并且呢 他埋着有钉子的 而日韩那就看得非常明显了 他们一定会在关键时刻 你就比如说假设说哈 真的是未来爆发战争的这个战争时期 那么日韩配合美国啊 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出来 第三呢 要必须要加强这个情报系统的建设啊 要打造出一个可以这个控制的属于自己的情报网和情报体系 尤其是这个人力情报 当然咱的话有说回来了 难道说这次中俄真的就对这个如西方媒体所说哈 就是对这个呃美国的这次行动是一无所知吗 这未必有一些现象也显示 中俄对此次的军演是力气关注 也做出了相应的应对反应 这就很可能是从侧面证明了对事态的掌握 这就是将军演的影响 打造出的影响 去打造出的拍照